Hello,大家好,我是阿芝 回来也有好些天了 也该来做个残检了 上一次应该做B超还是国庆的时候 回来家里做了小排鸡 现在呢也有35周了 再来复查一下 看一下就是小孩大概有多重啊 有没有脚带绕紧这些问题啊 看要不要控制体重啊 今天来复查一下 然后应该这一次检查完之后 等半个月来吧 因为离预产期也就割把月了 也很快了 我已经到医院门口了 这检查费用又花了大几百啊 今天开了那个胎间B超 然后测那个巴痕的厚度 看看怎么样吧 开队做B超好多人啊 走走走楼梯吧 实验你是不是等着等着都饿了 两块钱一个的这种奶粉棒棒糖 哈哈哈哈 我下的时候 那边我看了五六张单的台队 然后那边的故事 让我上来楼上这边走 现在这里就我一个人在坐胎间 我每一次坐胎间 我发现他的脖子很动 在肚子里面 上一次在东莞坐胎间的时候也是不动 这一次我也没感到很远近的拍动 刚刚B超已经做完了 现在已经坐胎间 坐完胎间 然后继续给医生看结果了 你下去了 等两分钟好不好 然后我们就做完了 整个过程都很平淡 都没有怎么动 就这样 给医生看结果了 终于回来了 这我感觉每一次去上灯都是这样子 转一转转一转 回来就三四点了 而且现在又是到了孕晚期 去一次哨动真不容易 老公不在家吗 还得自己开车去 开车去差不多要 慢的话一个小时 稍微开快一点就五十分钟 四十多分钟这样子 太难了 还好今天嫂子陪我去的 帮我带点小时一 不过在做B超的时候 我问了一句 我说现在小孩大概有多大 医生跟我说大概的话 他说按照这个 他说只有差不多 五斤左右吧 就四斤九两五斤 我觉得应该会有一点偏差 可能会到五斤多一点点 因为之前生小时一的时候 他也说可能不到六斤 结果生出来有六斤多 我觉得哈 按照这个情况 继续发展下去 到我生的时候 估计也不会超七斤吧 因为我觉得不超七斤是最好的 六斤多 六斤六斤八 这种我觉得是很好的 现在呢 就是再过个十天半个月 或者多久 就去再复查一次 因为月到后面 可能就是 跑医院的次数比较勤快了 再去一次 差不多就等到 发动的时候再去吧 其实说实话 我也挺担心的 就是说会不会提前 因为我最近看到很多人 就是说 跟我同一天预产期的 都已经生了 还有的提前一个月 二十天半个月的 我在想 我这个会不会也提前 其实说实话提前 也并不是说不好 但是呢 我希望是在早上 或者就是说白天 或者就是凌晨 三四点四五点 这种情况下发动是最好的 这样子的话 给我老公打电话 他还能第一时间赶回来 如果说是晚上八九点的话 他就只能自己开车赶回来了 现在就再去检查一次之后 就静静的等待着发动 目前的话就是说 没有羊水的情况也很好 还有就是没有期待绕紧 其他各方面都好 唯一就是说要多注意 疤痕那个地方比较薄 其他还是比较稳妥的 其他还是比较稳妥的